咱们继续讲飞向局 这局黑方采用中炮 这样就很容易演变成先手屏风马对后手中炮 和马炮争雄反过来了 马炮争雄是抗衡 那说明这个布局 红方具有先天优势 当然优势不等于取胜 还要看红方如何利用优势 下面黑方如果出动那子 两翼均衡发展 正常出子 红方就浸泡 那黑方当然出局 先手捉把局量出来 红方就打足攻击底下 然后上马 扶进兵踹局的绝对先手 黑方这个时候如果退局和口 保留对局炮的牵制 那兵过不去了 红方就上马 踹炮 再上马 被窝逃来了 黑方不能忍受 是吧 然后就打空头 那好像空头 也立不住啊 对不对 下面黑方一看可能都笑了 打是是吧 打了是 打着局 那你肯定要硬 然后 把空头炮 就给削了 那你卧槽 那你卧槽 人家可以电吗 对不对 但是 红方直接砍马 带着想 抽着局 黑方 很无奈啊 然后 再然后 再然后 就没有 然后 然后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黑方一看 退局 毛用没有 拦不住吗 有根 那你恨 我也恨 就对攻 下面 红方 进马 一马 还翻斜 那黑方 不能干亏啊 肯定是打马 这样 还杀着炮 但是 交换一户 叫杀 退局 还是叫杀 拿这边来个洗浪 这个杀 还要解 平局 守累 还要砍事 下面 黑方 调整阵形 当然 走什么 也 露不住了 把这个 内居 对掉 以后 还是叫杀 黑方 只能退局 回防 平局 一将 还能电 然后再 平炮 一将 再进兵 平局 很明显 是要退炮 平兵 所以黑方 必然是要杀兵 守住这个点 那我们就进兵 那我们就进兵 斜马 再退炮 这是叫杀了 电什么都没用 平兵来个洗浪 再进兵 下面 红方 红方平炮 那主要目的不是打码 而是这边 有杀棋 黑方只能退降 平局一将 平降的话 就是 马后炮 所以 只能电局 浸泡 给黑方断根 然后 就杀棋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黑方一合计 这个马出去 太强悍 所以 给压住 意外惊喜 白赚一个马 进入 老套路 勤穷 卖马 平炮 要打足 打死局 哪黑方一看 抓紧脱离 险地 打象 再想 国边 形成 出疆之势 下面 进居一点 再进炮 那这个局面 好像 也很难突破 对不对 单局挂炮 瞎胡闹 大子都被隔断了 无法侧应 这个局面 怎么入局呢 诶 独领风骚 八百年 最诡异的沙发 来了 怎么走啊 诶 直接 砍尸 黑方一看 可能都笑了 鞠都丢了 怎么 堵领风骚呢 诶 平鞠 杀气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打了足 就打死鞠 鞠一动 还中刀 怎么办 黑方一拍大腿 我为什么要给你当炮鞠 我退马就行了 对不对 进居 很明显 他会尸子非常容易 关键 红方这个平帅厉害 一平帅就叫杀 那这个马怎么能再 回来 咔咔 是吧 所以黑方只能进炮 就说你平帅 我就 尽码 守住了 但是 黑方想多了 直接给按住 下面只能是进居 因为平帅 还能平炮到 这个生根 当然这个地方平帅 也是大优 一平帅 只能平炮 这个双鞠就给砍了 还是要杀 但是原谱走得更狠 双鞠所累 这个时候杀炮都来不及 为什么呢 因为 直接就给干交 然后 两肋插刀杀齐了 所以 这个时候 黑方是愿意呢 愿意呢 还是愿意呢 反正不愿意不行 这个一砍 这边砍一样 都是两肋插刀 所以 仅此一招 红方平鞠 要杀 不能是六进五 对吧 虽然红方杀马 黑方杀炮 但是这个炮 一退 这边是妹 这边是打死鞠 所以 只能 是四进五 因为毕竟是还杀着鞠 红方要杀马 但是黑方不能杀炮 对不对 红方不是打死鞠 而是一招逼命 解决杀五姐 所以当前局面 黑方只能平居 红方一样打死 这个砍笑杀棋 抓紧回防 但是红方炮 攻回来了 然后一砍 再来一下 再然后 不需要多说了 好了 拜拜